正经 正经 忠诚相智 你女子三家私自家公来吃的月饼 幸福对儿子及时发现 及时制止 才使亲朋好友和家人们 免受喜爱 我从做个五人月饼 怎么就是害你了 传说五人月饼极其恐怖 他都害怕 你那是传说还是瞎说 你个小屁孩 你懂传统的灵魂吗 我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五人 怎么觉得吧 所有人说的噩梦应该是他 我分别买了三种不同的青红丝 呃 确实 所以新时代得有新方案 明后桃和蔓越没干是个好选择 还可以加点儿子爱吃的芒果干 正好家里还有一箱结果派上用场 做一块好吃的传统五人 里面的馅料绝对是关键 阳光巴扎的干果 都是产自新疆和铁地区的 各大饱满 吃着也过瘾 这五人的壳子们 终于拔完了 搞完第一步的八 还有第二步的七 这些年各种各样的月饼出现之后 五人都不被记得了 所以现在的孩子 哪尝过中国的传统月饼啊 正好亲戚们点名想吃五人 那我自然得亲自露一手了 这样走清防友才够诚意 月饼糖浆熬好 再把面粉类的烘熟 赶紧把糖浆打到乳化的状态 混合好的坚果们 先倒入白酒白糖 乳化后的糖浆 哦对 还有玉米油 混合均匀 差不多面粉也烤熟了 也加进去 霍霍均匀了 呃 盆扳不开了 换我家最大的框 差不多能捏成团 给它压实 就盖保鲜膜放冰箱 让它静置会儿吧 五人的月饼皮 就是用家里的普通面粉 减水是一定要放的 揉成光滑的面团 再装个厚的保鲜袋里 再给它几圈压压实 也就可以放冰箱醒面了 突发奇想 再做个抹茶和可可的皮 小朋友应该更喜欢吧 折腾了大半天 终于可以包了 传统月饼也是不容易啊 从这馅料跟皮的客重上 看得出 咱传统的月饼 这是薄皮大馅啊 所以就考验包的技术了 皮得一点点的往上推 收口 这不就好了 终于终于 到了最有成就感的压花环节了 特意买了国风的月饼模具 哇哦 每一个都这么好看 压出来居然这么精致 烤完的颜值上也还是在线的 迫不及待的想要切开看看 看看 妥妥的真材实料 再装起来就可以走情访友了 是不是心里满满 你这是 我前几天去中国石化 用中石化一键加油小程度加油 送了我加油中石化小程度的购物卷 咱中间节不得囤点货吗 全国一节便利店 好物就能直接寄送到家 方便又快捷 这活动到21号呢 你看我这坚果 给朋友送点多好 这好多月饼吃掉不够了 太美了 好好看啊 能让我尝一块吗 不能我都黑心多门了你还敢吃啊 震惊 北京一时一时 我一期非利 江湖人热饼牛转天坤 真是制作的传统热饼 真是我管达的没人喜欢 这可想是厉害 诶 等会儿呢 明天才是中秋假节 这走情访友的 等送完朋友之后 我们赏乐的时候再一起吃 事情是这样的 我俩从山里扎了好多栗子 用儿子捡了个铁锅炒栗子 没想到是邻居家的 所以邻居淘姐把炒栗子拿走了 作为弥补 咱谁也别让谁便宜 于是第二天 我又做了烤栗子 没想到淘姐跟别的邻居说 我在送栗子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哎 不是 所以 妈 咱们家汉多少栗子呀 嗯 就说这点了 这点都不够是呀汉 我还能跟栗子做点心 点心 好啊 但是保密工作要做到位 我心里给你做老婆发 好好好 那我去做 烤栗子还剩一些煮好的栗子 仅剩这点存货了 不过 以不便应慢点 是我的优势 栗子做馅能做很多甜品 有点颗粒感的口感才好 老婆饼平时我们都爱吃 带栗子馅的 今天我来解锁了 老婆饼的酥皮需要两个面团 面皮和油酥 醒面的时间 我得再搞个糯米面团 没有糯米的老婆饼 总觉得缺点什么 酥皮的两个面团 醒好了 各搓15个球吧 油酥包到油皮里 收口朝下 再盖保鲜膜醒发 幸好只做了15个 幸好比略饼好做多了 冷却的栗子馅 先包到糯米皮里 酥皮压扁 擀成牛舌状 再卷成铺盖卷 继续醒发 自己做的油酥 比买现成的酥多了 第三次 需要把铺盖卷 轻轻擀一下 再卷成一个粗短卷 没错 这次醒发后 就可以做酥皮了 中间一压 两头折起 擀皮 再把刚才包好的 糯米栗子桥 包进去 再稍微擀一下 雏形就出来了 摆到烤盘里 刷个全蛋液 撒点白芝麻 还有老婆饼 标志性 刷八 刷两刀入烤箱 嗯 一打开就闻到香味 这不就是老婆饼本饼了 哇 好烫 老婆饼就是要撑热吃才好吃 看着酥皮 一碰就吊渣 糯唧唧的糯米 裹着香甜的栗子 紧吃紫月了 好 好事吧 嗯 你又觉得紫月 啊 又来 等我去换换她 哼 还真是 你们家考什么呢 阿姨你属啥子呀 怎么每次都这么真真 你这孩子 阿姨 你是要拿你们家螃蟹 换我们家醋吗 什么螃蟹呀 我看到你买了 我是来换换的 哎 妈 今天是不是可以扔了 哎 这个不能扔了 我还要用个动作吃的呢 嗯 吃竹子 你等我们是熊猫呢 有没有听过一种美食叫 煮董饭 就要做煮董饭 你觉得我们会吃吗 就是 看我 看我怎么给你们 变费为宝 哎 小可爱 我一干活你就捣乱 好 挑几根平衡好的 继承我将蒸锅 能融得下的程度 哎 一边玩去 待会伤着你 我觉得竹子 是大自然的如此 用它做出的竹银饭 有头的清香 这小的咸气 那给它洗干净不就行了 之前做流水麻辣胖 把肚头都砍掉了 办法都比困难多了 这不就搞定了 竹筒饭的灵魂 肯定少不了腊肉 和广式腊肠 这些配上香米 味道绝了 为了让味道更地道 我特意用这个齿锅炒 腊肉香肠炒汁油 加上配菜 这里面的胡萝卜丁 吃啥子不能给我挑出来了吧 挑个味儿 再扒了两下 就关火了 然后再把泡了一页的香米 拌进去 最适合做竹筒饭了 除了这个经典口味 我还做了这小子最爱的菠萝饭 还有甜口的红糖饭 这个不用炒 淡淡就行 接下来就是把三种饭 都灌到竹筒里了 风筋的装修生 着实有点闹心啊 多少有点影响着 唯美的发疯了 灌完再加点水 再扣上竹子的另一半 把窟窿堵上 最后就剩烧火蒸了 时间不长 也就一个半小时 香喷喷的竹筒饭 就可以吃了 哇 这香气 怪不得叫竹筒香饭 哎 你不是不吃啊 怎么样 好吃吗 真的吗 真香啊 真香啊 哇 妈 你去做饺子吗 昨天没在够人 直接炖饺子 你还嫁给你们 今天这么晚吃 今天我打小卫生的时候 还真是阿比小菜 过节了 谁家还不吃肉了 今天做你最爱吃的 脆皮饺子 哎 爸 是不是你够行 以外之财嘛 肘子到底买两个 泡上肘子先煮个卤水 香料装进布袋 丢盐水里 把肘子放卤水里 继续煮 取出来之后 我又要扮演绒嬷嬷了 接着准备腌料 我这脆皮肘子的秘方 那烤出来的味道 可甩外边的好几条街呢 这就让你吹的 还真不是我吹 靠着这个秘方 我能开个店了 这叫 腊月小酒四方肘子铺 哎 那我负责收银啊 那不行 那我不是给你打工的了 冷藏了一夜的肘子 肯定很入味了 给它们洗完澡 擦擦干 再全身涂抹个白醋 美美白 再带个蕴帽 就可以烤丧拿了 待会儿汉城房里 可有点热啊 哇哦 再涂抹一层白醋 看看能不能防晒 我家烤箱达不到250度 所以换成烤炉继续烤 最后是红棕的肤色 微微爆皮的脆感 我的妈呀 我的耳朵都说太好吃了 脆脆的猪皮一点都不腻 满满的胶原蛋白 嚼着烹香的肉 有点腻了 我吃光了 给你喝点这个试试 零气零糖零脂 解油腻的 干牛味的还挺好喝的 我也要喝 给你这个蓝莓味的 里面还有新颜色的你喝 干嘛你还没说呢 你怎么发这小财啊 爸你看什么呢 行之后 我还问太多小财